所以下午来到了一星社区 让我会觉得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脚白色 那当然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就是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很特别 就是它真的很天然 很自然 还没有 因为我觉得桃米社区好像就比较 比较人工化还是 就是因为可能那个子教堂的关系吧 因为加了一个子教堂 那个毕竟是人盖起来的东西 可是真的在农村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很在地的农村体验 那我觉得这个是又很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刚刚做了脚白笋的泡菜 这个我觉得自己在那里抓抓捏捏 也是蛮好玩的 就是原来脚白笋做人泡菜这么的好吃 这个也是没有吃过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 整个下来的行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DIY就还蛮不错 只是说对于轮椅组 我觉得在切割脚白笋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切 因为脚白笋会滚嘛 然后做人里的湿力 湿力的力道也没有那么的足够 所以常常觉得好像人家切下去 好像就觉得不够力气 那这个DIY可能到时候再选择看看 如果对于做肉应的朋友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DIY 对那只是说 我们看到整个脚白笋的整个生态石 我觉得真的如果步道做好 一定带人来 那个整个体验很棒 还有那个白鱼 那个是很少见的 这保育类的这个白鱼 那能够用一个小池子来富裕它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对就是说在整个埔里我发现说 我不知道这是从马兵在推动的 就是让他们农民有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除了他种植他的农作物 还做保育的这个两个结合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一个推广 应该是把它这个经验传承 传承到其他各个社区 对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让我们整个台湾 整个的农业发展是更天然自然 而且是又还再加上保育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在国际上发光 我觉得我们台湾小小的 可是比如说我们把无障碍做好 第一个发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农作物都是这么的天然 有机又是 就是很健康的食材 对这个在 现在这个社会来讲 大家为了要快速让它生长 然后加了一些有的没有的 可是我们回归到大自然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 很值得去推广 所以我们如果说带游客来 你多一个人来 就把这个资讯又推广出去 他就可以跟他的亲朋好友说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旅游 除了说自己出来享受到了 我们还把这个东西观念 给推广出去的话 我觉得这更有意义啊 不是自己得到了 然后觉得他 因为我觉得我有感受到了 我相信我的朋友们也会感受得到 来的旅客们一定都会感受到 只要多一个旅客来 很外地的人进来 把这个地方这么棒的一个环境 这么棒的这些观念带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推广下去真的不得了 台湾就在整个国际上就发光 发阳光大了 那我们现在在阿加婆 阿加婆这个是一个咖啡 咖啡园 他们所栽种的咖啡呢 都是属于有机的 天然的 无毒的 而且很棒 很香醇的咖啡 再来就是要推荐他的餐 他都是用在地安全的 很健康的食材 来取材 做整个的 有午餐有晚餐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如果朋友们 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边好好的享受 不管是咖啡啦 或者是正餐的部分 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那只是这个地方 因为可能就是以前的环境 都没有考量到 做年长者或做轮影的 这些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那相信经过我们专家 整个的教导之后 这个环境改善了以后 甚至以后还会有 无障碍厕所的时候 哇就可以带更多的朋友来 而且会一个抱一个 现在我常在讲 谁先做谁就先赢 真的是这样的环境 因为现在毕竟少 你先做的这些族群的人 他就一听到了 马上就全部都涌到 有改善过的地方 这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商机就会引进来 而且比如说一个年长者 他们一定是全家来 一个坐轮椅的 他们其他全家的 都是方便的 就一起过来 不是只有像我带轮椅团的 是其他的年长者 或者是有轮椅家庭 他们可能就是 来到这边休闲 他们就可以带进来 然后就发现说 哇这里对我的 这个不方便的家人 是这么的友善 然后就会回去 好康到修宝嘛 对不对 就会回去到处的宣传 那这个地方 就会涌进很多的游客 都是这样子的